AM1 News 星期日不太沉重 未必每天都要討論政治、地產、財經的新聞 今天我們討論大白兔糖 大白兔糖在香港 我也不知道封行了多久 因為我從小吃到大 雖然不是我最喜歡吃的糖 不過它胜在夠便宜 而且不知為何同學請人吃糖的時候 都很喜歡請大白兔糖 大白兔糖除了在香港風行之外 原來在外國也很棒 在美國洛杉磯有一間叫Wanderlust Camry 這間是一間雪糕公司 它做了一種叫大白兔糖的雪糕 每一個球有1.3粒大白兔糖在裡面 推出之後原本想限定做9天 不過因為太過受歡迎 現在都沒完沒了 不知道做到什麼時候 另外其實其他一些同類型的雪糕公司 都考慮推出這種大白兔糖的雪糕 連在我們亞洲區的馬來西亞 原來都有一些公司效法了 也都風評不差 這件事令我想起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什麼叫做物離香貴 人離香煎 很明顯 一粒大白兔糖其實衝出了中國之餘 也都衝出了亞洲 去了世界各地 我不知道究竟大白兔糖 有沒有做很多的宣傳這些工作 不過看起來就不像有 因為我看回一些新聞片 其實那些大白兔糖 都仍然是用回我們香港常見的包裝 證明了其實可能真的 當地的商人見到這些商機 而自行開發這些產品 不過這樣 第二個問題令我想起就是 其實千萬不要永遠都是覺得 外國的月亮是特別遠 因為今次大白兔糖成為雪糕 這件事引起了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這個大白兔糖本身成為雪糕 原來連大白兔糖本身那間的 內地的公司冠生園 自己都不知道 那變了究竟會不會造成侵權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就相當可圈可點 甚至乎我個人就覺得 當然是侵權 你說得明叫大白兔糖雪糕 那你又沒有拿別人的一個授權 那怎會不會是侵權呢 不過這些官司一帶上來 就真的不知道誰會贏輸 因為現在正在說 這個洛杉磯這間公司 其實究竟如果冠生園要告它的話 究竟是否要去到美國 去到這個洛杉磯當地法院去提告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 美國應該很尊重知識產權 那為何又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呢 究竟做這個大白兔糖雪糕的這間 Wanderrouse Camry 究竟有沒有想清楚呢 而且還這麼大膽 宣傳說是這個大白兔糖雪糕 所以我有時覺得這個世界 尤其是活多一天 千萬不要被以前自己的固有思想困著自己 正如這宗新聞 我想都沒有想過 原來是中國的一個著名的產品 被這個美國公司侵權 這宗新聞還回到香港也有報導 那你說多有趣呢 今天就跟大家談到這裏 談到這裏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